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新年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黎元春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关峰 我是您的好朋友朱冰 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 就在今天我们要送给您的是 2011年全国西米擂台赛年终总决赛之前的 最后一场半决赛了 一共有六位选手突出重围走上今天晚上的舞台 他们每个人都是各顶各的高手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晋级总决赛的名额只有两个 所以今天晚上的比赛是相当的激烈 相当的精彩 我们期待着他们精彩的表现 他们也需要大家热情的掌声来鼓励 好 来 听听大家的掌声好不好 加油 谢谢 谢谢所有伙伴的热情 一起来认识一下光临现场的各位评委 他们是我们的点评专家 著名的作曲家朱超伦先生 早朋友了 欢迎朱老师 著名的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 好久不见 好 著名的GG表演艺术家梅花奖获得者胡美玲老师 欢迎您 欢迎 欢迎 在第二排就做的是我们元春三位 非常年轻的导演 欢迎你们 欢迎三位 来 最后一排要特别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特别的评选团 这四位是率先取得了我们进入总决赛的 入场券的四位选手 大家对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 他们是古力 赵东东 赵培科 还有浩启东 欢迎你们 欢迎 你们是有任务的 好 好了 接下来我们的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 首先要有请的是今天晚上的第一位选手 他是谁呢 让我们掌声 有请 有请 欢迎 欢迎 新年好 季霞 马俊佳 你好 你好 季霞 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场 要为大家带来点什么 先给大家说一个新年好吧 在座的各位观众 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好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大喜的日子 你来打头阵 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非常的激动 很激动 我知道一路走来 你都是演唱的是反串是吧 是的 是的 唱的是包工戏 对 那今天呢 今天继续唱包工 包青天选段 陈驸马修药性情急 好 很给力的一个段子 希望在座的各位朋友 继续的支持我 谢谢 好 这也是我们新年的第一嗓子 好 掌声下去来送给他 加油 好 掌声 不把修药 修药 变请进 天 天包成云 就是不奉天 大鞭鸭 全国马 两块鸭鸭鸭鸭 咱二人五朝门 同国心态 啊 不管你面不善事 同意我 同问你 愿君家中该有谁 一句话问的你 面红而驰 眼多而寒 过往之喜啊 除了 又不善 又不善 啊 好 谢谢 谢谢马俊霞 那接下来呢十秒钟的时间 我们就为马俊霞来打分 开始 请打分 不错的一个成绩 好 一号选手马俊霞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四千二百七十分 好 谢谢 谢谢俊霞 好 来 休息一下 待会儿见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 他的名字叫唐满意 有请 哎呦 满意 你好 熊啾啾气啊 又见面了 欢迎欢迎满意 我知道你最近好像学了一个新歌 那我们先亮一嗓子 让大家听一听怎么样 过年了嘛 对吧 对 新歌 这个喜庆点儿的 对 喜庆点儿的 好 我编一个啊 好 各位朋友 我要告诉你 我从眼神来到这里 我从眼神来到这里 来到李远春前来打雷 希望各位观众能给我鼓励 如果今天我要啥事提议 我到大酒店轻易窒息 我到大酒店轻易窒息 在这里祝福大家 万事只有如意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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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观众相看啊 对啊 这现编的词你说你可以了不得了 是 而且这歌词我可是记住了 我相信现场所有的观众都记住了 如果今天你怎么着呢 啊 你要获胜了是吧 你要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吃饭 去哪啊 咱都记住了哈 好了 那刚才啊 一个小插曲 今天的现场最重要的 还是要听你唱戏 是的 要唱哪一首 要展示你的实力 带来什么唱段 告诉大家 现在给大家演唱一段 花枪园 老身家住南洋地 反串 还唱反串 有请 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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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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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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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家妻满了期盼 大的天主带路行业 农肩雎的山下 这个山下知道 ここ笠巾雎时 续造一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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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有雄啊 我有你 所剩我一个教会 欺骗儿我就叫我家 随便把笔指你啊 开着地 我天下的妻子 都只副靠近 唐满意 这边唱得很满意 满意 满意 大家满意 我要告诉大家 唐满意啊 今年是26岁是吧 是的 是演师是电视台的一名员工 我们同行 上次比赛之后 说能够进入总决赛的话 领导就要给他进两级工资 所以我就想问问 兑现了吗 兑现啊 我们领导还说了 今年如果进入总决赛 还给我涨两级 嗨 您看着 我涨工资 都看大家了 但是我就想问问你啊 我们因为总决赛的这个 金奖类主奖品是 到维也纳 到金色大厅去演唱 你想去吗 我做梦都想去 对 不要那工资我都要去 是吧 那接下来大家要给你这个打分了 拉拉跳吧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支持满意 谢谢 好 满意的演唱 大家满意吗 请打分 请打分 2号选手唐满意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4550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满意 来 谢谢满意 谢谢满意 好 继续有请下一位 她的名字叫冯庆慧 有请 有请 你好 庆慧 谢谢您好 你好 庆慧 我见面了 庆慧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女孩 是 她也是四频调的忠实粉丝 特别执着 特别崇拜的就是拜金融奶奶 一路走来基本上唱的都是四频调 小包公 大部分是这样 不是基本上是 全部唱的四频调 全部都是啊 从来没变过是吧 没有变过 那意思是说 今天也依然不会变 对 依然不会变 唱的去哪一段 哪一段 也唱的是 拜奶奶的 小包公四频调 表辖箱的一段 我的主皇甫金殿且坐稳 这么的家 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 平复一下心情 不是 我忘了名字叫啥了 别紧张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好不好 鼓励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演唱开始 就是比赛杀声鼓励一下 最快要对 刚才 alan清延 一鼓励一下 一鼓励一下 罐飞 Sm Bees 可是下一鼓励 noble 早两口准备的年纪怕虚 常年到有时候不在 夜暴少 无视恐惑 也未顺暴 喜欢我的宁宝城 走马上 画面的眼神终于叫画铃 我地主带宝城 如龙一神 为宝宝不怕 碎骨分身 空手无望是龙马 也心不忍 我为了我请我 会想为你 好 谢谢 谢谢冯庆辉 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现场的观众 来为冯庆辉打分 请打分 3号选手冯庆辉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980分 好 谢谢 谢谢庆辉 待会见 好 继续 有请下一位 杨鹏飞出场 有请 正常的亲民朋友 大家 心情好 你怎么着 你这搞得跟个人演唱会似的 出场很拉风 对啊 还没问你 半个音乐就出来 那今天选择什么样的唱段 来应对这场比赛 今天的选手 我感觉都非常有实力 那么首先我为大家演唱一段 陈派名剧《春秋配》选段 还是反串 修达达出门来 江头低下 反串 来 我们掌声 有请 来 演唱开始 中文字幕——《春秋配》 春不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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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来 来 来 你 愛你 想不留一生意 我沒叫你 想不留一生意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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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公 祝你老婆 好 接下来 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做好准备来为杨鹏飞来打打分 好 10 秒钟的 时间 开始 请打分 四号选手杨鹏飞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870分 好 稍微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见 来 休息一下 好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 王玉凤 有请 好 您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好 我发现今天晚上的选手都很放松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玉凤打扮得特别漂亮 玉凤必须特别放松 为什么呢 他打小对这个舞台都不陌生 我记得你是十岁来的是吗 十岁是十一岁 十一岁来的 那时候还是少儿选手 而且当时就拿了我们的铜奖 今年已经22岁了 你看这次又来了 特别还告诉我们说 上一次节目当中告诉我们 就特别怀念这个舞台 就离不开这个舞台了 对 对 所以说又报名打类 参加我们的这个成人泪主决赛来了 那今天这样一个现场呢 又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了 要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唱段 来冲击今天的比赛 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 国都遗恨选段 一生娘叫的我心酸振振 好 来 比赛开始了 ksen 一生娘叫的我心酸振振 啊啊啊啊啊啊 Baltimore 你听怀疑しま哭 greater 一生两脚都不过 寂寞 不愁 不愁 一生 我见了心中 我看见 一生娘吹散 你啊 啊 心头潮雨 心头潮雨 你啊 心旺不老 儿章成真 多言尽想不老 儿竟然未成果军 这真心上他妙妙又安徽 从今后 娘不离家 儿不离娘亲 儿不离娘亲 啊 好 谢谢 接下来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做好准备 为王玉凤打分 请打分 5号选手王玉凤观众给出的分数是4400分 好 谢谢 谢谢玉凤 待会儿见 好 有请下一位选手 他的名字叫刘辉 有请 有请 谢谢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刘辉 你好 刘辉 你好 刘辉也是一名留学生 留学的地方都是在巴基斯坦 对 您有没有在巴基斯坦留学的时候 给你周围的同学唱一唱咱们河南的玉剧 他们怎么说 他们虽然说听不懂 但是感觉特别好听 看他们的那表情特别享受 希望你下次再去的时候 把咱们河南的玉剧啊 让各国的这个朋友都能够学会 好吗 一定 今天现场要演唱什么 今天我为大家学唱一段 南洋观传段 西门外放罢了吹震炮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 可以开始了 有请 咱们河南的玉剧啊 西门外放罢了吹震炮 吹震炮 吹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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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观潮 快如张马 叫我宝少爷游广 听奔笑 你把那只剑开 乘路上吊 其放落楼儿 剑一条 叫我宝丽 少爷 我少了成 OD DO DO Blue 好 谢谢 这是会的演唱 好 各位做好准备 听我们的口令 请打分 6号选手刘辉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 3890分 好 谢谢各位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选手 请回到舞台上来 掌声有请他们 有请各位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看 观众打分之后 他们现在的排名情况 排在第一位的是 二号选手唐满意 第二位的是 五号选手王玉凤 接下来是马俊霞 冯庆辉 刘辉和杨鹏飞 杨鹏飞暂时落后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接下来 我们还有评美投票的环节 每位评委老师呢 是三票的权利 每票的分值是300分 朋友们 在这样紧张激烈的时刻 在投票之前 我建议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 送给我们台上的 每一位选手 好吗 谢谢 谢谢你们一年来 带给我们的精彩和快乐 他们都很棒 好 首先我们要有请的是 我们黎元春的三位评委来投票 好 我们黎元春的三位导演评委来投票 好 唐满意 冯庆辉 王玉凤 为唐满意 冯庆辉 王玉凤 分别加上300分 唐满意 冯庆辉 王玉凤 为唐满意 冯庆辉 王玉凤再加300分 三位导演的这个观点非常的一致 唐满意 冯庆辉 王玉凤 为唐满意 冯庆辉 王玉凤再加300分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第一排的专家评委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朱超伦老师您的选择 马俊达 唐满意 王玉凤 为马俊达 唐满意 王玉凤 分别加上300分 毛矮连老师要投 好 马俊达 唐满意和王玉凤 为马俊达 唐满意 王玉凤 分别加上300分 吴美玲评委 您的选择是马俊达 唐满意 杨鹏飞 为马俊达 唐满意 杨鹏飞 分别加上300分 好 现在的排名又发生了变化 我们再来看一下 排在第一位的是唐满意 排在最后的是六号选手刘辉 请刘辉上前一步 刘辉现在一定要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是 这一路走来 尽管此时此刻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跟大家说一说吧 说一说心里话 登上黎元春的舞台 我感觉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然后现在我能走到这一步 我特别的满足 没有什么遗憾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刘辉 说得特别的好 刘辉 今天是2012年的1月1日 是新年 你在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我希望我继续地把戏曲学好 然后把自己的学业学好 我觉得真的是有一句话叫 没有做不成的梦 只有太早醒的人 有梦想的人是无敌的 这就是梦想的力量 只要你梦想 你有梦想了 未来一定是精彩的 我们祝福你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我们也祝福刘辉 谢谢 学业有成 谢谢 谢谢 好 再次离开这个舞台了 欢迎你再回来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刘辉 好了 那接下来台上的五位选手 我们要进行更加紧张 更加刺激的一轮比赛 挑战赛了 对 第二轮是挑战赛 一对一的角逐 究竟谁去谁流呢 广告之后 再见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 黎元春的演播现场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2011全国戏谜擂台赛 年终总决赛的第二场半决赛 那接下来的第二轮比赛呢 我们就要进行的是 一对一的角逐 他们通过自己的分数 从前往后分成两组 那第四名呢 就是冯庆慧 先来从这三位当中 来选择一位 选谁 王玉凤是吗 玉凤 为什么要选他呢 因为我明知道我就输了 不能这样 一定要不见得 对呀 不见得的 怎么会这样 提前说这样的话 我认为刚才 我以为刚才就是我下了 你不要这样 别的其实是一个心态 别的是一个心态要自信 你能走到今天真的是有实力的 要相信自己 好不好 这轮唱什么还是小包工 对 还是小包工 加油 玉凤 玉凤 我刚才一直每次比赛 我唱的都是苦戏 下面我想为大家唱一段烤红圈段 在秀楼我奉了小姐银命 送给大家 发赛 好的 好的 我们现在掌声送给他们两位 比赛开始 我开吱了小姐银命 一红星岁盛入心愁有默 下雨 小姐银命 一红星岁盛入心愁有默 大人 安琴照明灯 琴房好威风 恰脱盔丧的眼角 哭声啊 也应该人奋发过度 对琴灯 卧下作阴灯 弄兴许宋王爷笑开那尽头 把我来放啊 看这儿很难 我哪儿嫂 心不容 对了对我其实有起理 我不免先回国里谈酒精啊 谈我谈呀 本行为给我的不容啊 在小路逢娘哪天看啊看啊 那小姐 永远爱你哪儿啊 到处呦 吃他那先生的病情 上小路不要把小姐开红 那我就说呀 天原理什么啊 张先生的病情 不іл啊 你如是酒吃嘛呢 他可就要咋的面了 看一看 我小姐真把实现 一路上大街市 看我爱你 看我爱你 你不离开 你不离开 谢谢 谢谢两位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透露个小细节 刚才在台下 这个朱冰一直在跟我嘀咕 他说太刺激了 他受不了 我受不了 不论是谁去 谁留 觉得心里面都有不舍 好 现在我们首先 要有请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来为我们的两位选手打打分 首先是冯庆惠 一定要慎重 好 根据他们刚才的演唱 首先请观众朋友们为冯庆惠打分 请打分 谢谢 观众朋友们为冯庆惠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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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好 分数非常非常的接近 王玉凤观众给出的分数是 3860分 不相上下 那就看一看各位评委老师的意见了 关键的时刻到了 我们要欢迎六位 我们现场的各位评委 来一一的投票 首先要有请的是 我们导演组吧 王恒 王恒评委 王恒评委请亮牌 你支持的是冯庆慧 为冯庆慧加上300分 好 冯庆慧现在已经获得了一票 有请李凡评委 请亮牌支持冯庆慧 为冯庆慧再加300分 已经连续获得了两票 接下来心心导演 你的选择会是谁 冯庆慧 为冯庆慧再加300分 好了 有请我们专家期的各位评委 朱超伦老师您的选择慎重一点 告诉我们你选择的是谁 王恒凤 为王恒凤加上300分 稍等一下 现在王恒凤获得一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毛爱莲评委 您的选择是王恒凤 为王恒凤再加300分 胡美玲老师您的选择 王恒凤 为王恒凤再加300分 来看一下总成绩 最后的结果 王恒凤4760分 胜中 领先40分 情绪是40分之差 近期下一轮比赛 庆慧说两句 其实我觉得庆慧很不容易 因为他演唱的是我们河南的少数剧种 四平调 现在我们河南的这个四平调剧种的剧团 只有一个了 所以我觉得他坚守 他一直在坚守 特别特别崇拜拜金荣老师 一直以来 在这个舞台上 他没有展示过别的剧种 其实他会唱歌 也会唱别的剧种 但是他在坚守 他在努力 为了他这份坚守和努力 我们鼓鼓掌好吗 朋友们 我觉得 我觉得拜金荣奶奶在 假如说天堂有之的话 他一定会很欣慰的 也会感谢你的 其实 刚才是太激动了 我没有想到咱的那个导演组会直接选我 我以为我第一组的 第一轮那时候我都认为不敢想 真烂 所以你在第二轮比赛的时候特别放松 我就感觉真烂 我们两个 我感觉我们两个才错了分数这么点 我感觉挺好 真的挺好 你记不记得你在这个舞台上 赢得了多少多少的掌声了 再响起掌声送给冯建卫好吗 谢谢 你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我们是原车 来又放一下吧 还会欢迎你再来 好吗 请会 好的 谢谢 祝福你 谢谢 请会 祝福你 比赛就是比赛有输有赢的 对 我们也祝福所有的选手 无论输赢 你们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最可爱的人 我相信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看到我们两位 刚才的这样一种心情的话 一定会特别的理解 因为一年来我们一直在相处着感受着 好了继续进行下面的比赛 好 有请杨鹏飞 杨鹏飞 鹏飞 到这边来 对面有两位 你选择谁 没关系我们给你时间 我知道 马俊霞大姐吧 马俊霞 大姐 那两位 先抱一下自己的唱段吧 鹏飞 好 接下来那位在座的所有的新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新朋友 还有现场的所有的评委老师 演唱一段 国度遗恨选段 一声羊叫得我心酸震震 那你呢 还是包公戏吗 这段是不是要继续唱 我演唱我妈最喜欢的老包的唱段 太阴山 这两个反串碰到一起了 我演我的妈妈健康长寿 同时呢 我也送给咱郑州的所有的爸爸妈妈 祝你们开心快乐 幸福每一天 一声鸟叫我心酸震震 你爷爷啊 全 프리 一生了 一生了 一生两垂散 两枫 心头朝铁 你心口愁愿 想舞蹈 爱战成人 多言尽心舞蹈 爱战成功为成功绩 这阵诗上苍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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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 你心口愿不理想 爱不理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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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蕾 金花蕾 中心 出道 金花蕾 我带王朝和马汉 掌门招呼江四园 拨索扑船 金花蕾 我却到黄祥台 志不安卡 一阵阵阴风騷骚 阴风騷骚 傻傻 我朝着我 岐阀 光阴夜 好 谢谢 谢谢两位的演唱 走到中间来 接下来的时间呢 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因为要为你们打打分了 两位 一位反串的是蛋卷 一位是黑头戏 究竟给他们怎么打分 各位做一下准备 首先要为我们的杨鹏飞 好 来打打分 好 十秒钟的时间 开始 请打分 好 四号选手 第一位是银鹏飞 明天可以 是银鹏飞 这两个人谁会 谁娶 谁留呢 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 黎元春的演播现场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2011年中的半决赛 现在两位杨鹏飞的分数暂时领先 他们两位谁去谁留 我们要听六位评委的意见 好 依然从王恒评委开始 你的选择是杨鹏飞一票 为杨鹏飞加上300分 接下来李凡评委 你的支持是杨鹏飞 为杨鹏飞再加300分 现在杨鹏飞已经获得了两票 看看 结果呢 朱朝伦老师您的选择 您会选择谁 马俊霞 为马俊霞加上300分 他们两个人两票 现在每人两票 每人两票 毛爱莲老师非常的镇定 您选择的是马俊霞 为马俊霞加上300分 还剩下最后一位评委了 还剩下最后一位 很关键 你两个人的分数 这是目前的分数吗 特别相近 是目前的分数啊 一个是4550分 一个是4350分 这一票 太关键了 非常非常的关键 太关键了 朋友们 屏住呼吸 我们来看 最后一票 胡美林老师 您的选择是 马俊霞 为马俊霞再加300分 马俊霞最终 4650分 胜中 晋级下一轮的比赛 谢谢 谢谢 这个胡佛俊霞 来到黎元春比赛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是让我认识了这么多 喜欢我的观众 还有喜欢我的评委 我相信在以后的艺术道路上 我会更加努力 坚定地走好每一步 你的路很长很大 对 每一次打类 其实都是一种收获 都是一种进步 没关系 这次失败了 后面有更大的成功 在等着你呢 好 我们用掌声再次来 祝福杨霞辉 谢谢你 谢谢你 给这个舞台带来的精彩 谢谢 好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选手 我觉得 我觉得他是一个传奇 是一个传奇 我也觉得是 我们先把他请出来好不好 来 有请唐满一 来 有请唐满一 我要告诉大家 在上周 我们的比赛当中 他就轮空了 没人敢选 他自己分析一下 怎么回事 可能因为我胖吗 上一周 的确是因为你胖 上一周 那老先生没选你 我问他为什么 都说他块太大了 我害怕他 这样 我觉得你轮空了 也不能这样子 一直在后台休息 是吧 我说你是个传奇 这样你给大家唱个歌 唱个传奇吧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但无法忘掉旅渐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好 谢谢 我们也非常感谢唐满意 刚才给大家带来一段 这么美妙的传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另外两位胜出的选手 请回到舞台上来 好 来 掌声有请 欢迎两位 好 但愿唐满意 这庞大的身躯 没有吓到你们两位 每个人说一句话吧 好不好 唐满意你先来 感谢大家 希望接下来的表演 更让大家满意 谢谢 好的 明儿起得真好 感谢河南的父老乡亲 支持我 感谢李延春 给我提供了这个平台 感谢我的父母 给了我这个梦想 谢谢大家 有一种感恩的心态 唐满意来说两句 我觉得我走到这一步 我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 对我的支持 谢谢大家 好 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他们三位要淘汰一位 究竟会淘汰谁呢 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来了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 李延春的演播现场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11全国戏谜 那台赛年终总决赛的第二场半决赛 现在我们舞台上呢 有三位胜出者 他们当中呢 只有两位能够晋级总决赛 现在呢 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 有请我们舞台右侧的四位特别评审 请他们呢 来推荐一位挑战者 有请鼓励 这四位有着特殊的身份 因为他们先期拿到了进入总决赛的入场券 在我们年终总决赛的舞台上 大家都会看到他们精彩的表现 所以说他们商量的这个结果会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他要选择一个挑战者 很有可能他们所选择的这个挑战者 将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会与他们相遇 所以说他们的选择会非常具有戏剧性 来 派一个代表 鼓励 我们四人一职就是推荐 推荐 推荐谁 慢点说 慢点说 他今天是 让我们做好准备 在舞台上最闪逛的 就那位 唐 唐满意 唐满意 推荐他是吧 选择的是唐满意作为挑战者 好了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四位 唐满意 你终于当了一回挑战者 终于没有被轮空 两位美女 你选择谁来对垒 那我都挑战我旁边的那位 发 的是唐满意 服务 为别致 在你面前的爱 小心我 小心我心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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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做好准备 首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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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此时此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